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 每期节目我们现场都会来一位优秀的乡村医生现场进行答题闯关 为乡亲们赢得免费的健康大礼包 感谢中国医师协会乡村生分会和好医生药益集团对本节目的大礼支持 谢谢 大家看到其实我们现场不仅是有一位乡医在答题 其实我们现场由全国各地来的优秀的乡村医生组成了好医生助理团 在现场你们也将会用你们的行医经验来帮助我们的答题 乡村医生能够顺利闯关 欢迎你们 欢迎 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本场的两位专家评审 他们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志门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苏惠平 欢迎 大家好 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志门医院针酒科主任医师王军 大家好 节目一开始有请苏主任为我们揭晓一下本场的考题 今天我们答题的主题是 咳嗽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过咳嗽的症状 就是因为它常见 所以往往就容易被忽视 有一些咳嗽我们是必须重视的 反反复复发作的咳嗽 长期咳嗽老不好的 有很大比例的这种病人 早期是咳嗽 如果不积极的治疗 不积极的干预 就会发成为典型的哮喘 那就不单纯是咳嗽了 它就有哮喘的症状表现出来了 那就会给患者带来很大的一个痛苦 影响生活质量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咳嗽 虽小 但它可能也是很多种慢性疾病的一个早期的症状 我们必须得重视 好 谢谢苏主任 谢谢 好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认识一下 马上要上场答题的乡村医生 89年我在这个城里开了家诊所 到现在快30年了 从来没有路过地方 从一个小青年赶紧闹头子里 在我镇所附近有两个城 有两三千个人 大家有个小兵小童的 都来过这里 时间长了 都像老朋友一样 老年人连接大 总是忘记了这么起油 来过这里 我就一遍遍地给他们讲 这个油每天喝多少 多少汁 每天散灯发 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那时候病人来了 你得处理一下 病人状了 你得赶紧洗两口 夏天还好 到处冬天饭才都凉了 说我新家人的孩子 发高烧 白天来我这里 看了油 所以直到他晚上半夜 又来敲门 那你怎么肯的病呢 我现在孩子到现在还是高烧 我也不好和他炒啊 就给他解释 这个发烧是一个过程 像这件事怪不好意思的 后来过来一天 孩子就太烧了 像这些事 这多年也没烧热到过 有时候病人老烧 我们心里也是很未出的 那些年 家里两个孩子上学 加上老人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在开诊所 就赚不了几个钱 有朋友要穿我 说你这么辛苦 就落不了多少钱 不能和我们一起吃 说干的是 说爱的瘦多了 我也就动心了 那猛的一下不干 确实很不适应 就结了 近一过来的时间 确实受不了了 我就后悔又吃了 这些装打起来吃 让他们干吧 我还是干我的老板 回家心里就踏实 那次之后 我就更加珍惜 和大家在一起 现在我的诊所 成了大家的执行师 他们不管有什么事情 都乱用来找 我就是一个扑出的大夫 也干不了什么 今天动力是大事 也就是给大家看一点消灭 但是我现在的这一行 我不后悔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让我们掌声欢迎 涂从毅医生 欢迎 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 欢迎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其实是咳嗽 那对于咳嗽相关的知识 您擅长吗 咳嗽 常见的 只要不是太严重的 都没多大问题的 那对今天的答题 有没有信心呢 有 好 加油 乡村郝医生 我们到答题区 土医生 那我们听一下答题规则 好的 本期 共有五道问题 每答对一题 即可获得一个健康大礼包 答对累积 答错不减 最终按照答对数量 赢得相应数量的礼包 答题过程当中 你有两次求助 好医生助力团的机会 清楚了吗 好 请听第一题 咳嗽必须先吃止咳药 把咳嗽止住 这种说法对吗 A 对 B 不对 请作答 B 不对 您确定你的答案就是 B 不对 不对 好 来听听我们好医生助力团 各位成员的 你们平时在行诊过程当中 怎么来做 你用了咳嗽止咳药以后 容易造成这个 咳嗽的咳嗽会造成病情的加重 所以我们在弄不清病因的情况下 是不主张一来就用咳嗽药的 大多数他都认为 抬起弹率的咳嗽 一般不会用咳嗽的 那究竟图医生的回答正不正确呢 有请苏主任为我们揭晓正确答案 首先恭喜我们的图同意医生 回答正确 恭喜回答正确 获得一个健康大礼包 恭喜 咳嗽呢 对于我们人体来说 除了是一个疾病的症状以外 它还是对人体的一个保护的机制 它要防止外界 不应该进入到我们气道的义物 进到我们气道内 那么当你这个真正生病的时候 比如说感冒咳嗽了 或者气管的炎症的咳嗽了 它往往它都会分泌很多的痰 或者说一些炎性的一些代谢产物 这个时候咳嗽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它容易把这些痰呀 这些气道里的一些分泌物啊 它咳嗽出来 能够有利于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回复 如果反之刚一开始咳嗽 或者说谈比较多的这种咳嗽 你就急于用止咳药 反倒影响了这个疾病的回复 延长这个病程 我觉得很多人啊 就咳嗽之后觉得 我是身体发炎了 好像咳嗽通常也是因为 有炎症引起的嘛 然后赶紧吃一些消炎药 我不知道对于咳嗽之后 立马吃消炎药这样的做法 各位乡村医生助力团的成员 你们是怎么看的 刺激性咳嗽和过敏性咳嗽 这种咳嗽它根本不是 它根本不是炎症套制的 它是一些过敏源套制的 像这种咳嗽吃消炎药 是没有效果的 咳嗽它有感染引起来的 那么就可以吃消炎药 如果是非感染的因素 那么就不能吃消炎药 很多咳嗽都是上河引起的 或者是喉头有医物引起的 所以说多喝一点海水 多吃一点中层药 或者糖浆类的就可以了 好 谢谢 谢谢各位的分享 苏主任您怎么看 我们所谓的消炎药 主要是针对的是细菌的感染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咳嗽的原因 是非常的多的 很少一部分是细菌感染的 比方我们常见的慢性咳嗽 更多的比如说有过敏性的 然后有一些非特异性的炎症 比如说我们长期的这种 慢肢的这种咳嗽 它不是细菌引起来的 还有一些是病毒性的 我们的消炎药 它对病毒是引起来的咳嗽 也是没有效果的 如果真正是因为细菌感染 引起来的咳嗽 每种抗生素 它正对的细菌是不一样的 并不是说越贵越好的抗生素 它的效果就好 一定是在我们正确的一个判断下 它是哪个系统的感染 是哪些细菌引起来的 往往有的时候太高级的抗生素 往往它是抗菌谱是非常广的 如果用的时间过长过多 反倒可以引起更多的不良反应和副作用 好 谢谢 谢谢苏主任的分享 谢谢 所以说不要一咳嗽就使用抗生素 而且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辨明病因之后 然后再决定如何用药 所以接下来这道题就和如何辨别咳嗽的病因有关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哪种方法更容易辨别咳嗽类型 A 看痰 B 看发病时间 C 看气色 请作答 A 看痰 痰 有西薄痰 有龙痰 绿痰 还有的带血痰 这是主要的 看痰以后再跟住它的 来辨证 所以你的答案确定了 确定 是A吗 A 不改了 不改了 那究竟对不对呢 感谢中国医师协会乡村生峰会和好医生药益集团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有请苏主任介绍正确答案 恭喜图医生回答正确 恭喜图医生获得两个健康大礼包 恭喜 我们咳嗽当中可能是有痰的 有无痰的 有西痰的 有西痰 有灼痰 有热 有黄痰 所以通过这个基本的这个痰的特点 我们能够大概分辨出它的一个咳嗽的一个性质 正硬的一个特点 外感咳嗽的正硬 从痰去辨别的话呢 一般呢 比如说无痰或者少痰 干咳的 往往呢 它是一个风噪的一个咳嗽 如果要是这个痰是这种清晰的 这种咳嗽的话呢 多鉴于这个风寒咳嗽 它可能还会伴有一些 比如说流鼻涕啊 青鼻涕啊 打喷嚏啊 这些寒的 寒相 如果一般要建了这种黄痰来说的话呢 更多的是 鉴于这种风热咳嗽 有可能它会伴有一定的咽痛啊 或者说有一些小的发烧啊 这是它的这个几个正型的特点 好 谢谢 谢谢苏主任 我们继续回答第三题 以下哪组学位最适合缓解风热感冒啊 听听风热 A是肺疏 大吹 B是裂缺太渊 C是河谷三音交请作答 这个题中意比较深吧 我是学习语的 我求揍一下意识含内吧 是吧 那我们听听我们的助力团的成员 有什么样的意见 我认为是A 肺疏大嘴 肺疏本身都是喝头绪 大嘴都是自逢日去退潮 也是比较好的学位 也认为是废输和大锥 这两个学位对这个风热感冒 风热咳嗽 是有一定的作用 可以起到疏散 风热 悬肺子咳的作用 那我问问我们现场 举手投票表决一下 觉得A选项是正确的请举个手 同意了请举手 你自己都举手了 我自己都举手 是吧 也就是说听完了 我也同意 我们刚刚两位医生的分享 然后你觉得A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对 是吧 有请王主任为我们介绍正确答案 恭喜图医生 你答对了 恭喜图医生获得三个健康大礼包 每个学校的第一个学位 大家都发现一个共同特点 废书 裂缺 河谷 这三个学位都可以取风 也可以削肺 所以它都可以止咳 那么对风热咳嗽 这个咳嗽是风症可以去掉的 但是还有个热来解决 怎么来解决热的问题 那么大锥学 它就是一个清热泄火的药学 那么这里风热的咳嗽 我们也有大锥 清泄肺热 王主任 这样我们结合道具 来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来 有请王主任 有请道具老师 叔叔您今年岁数 64 64了 64 咳吗 我就是玩睡觉的时候吧 有时候这点堵灯 不是 把弹咳出来 叔叔你的咳嗽台是什么颜色的 还是有点淡黄 有点淡黄 至少不是说是非常典型的风热正型 那这样您一并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好吧 来 叔叔 就在你身上做个演示 首先我们再找一下大锥学的位置在哪 大锥学它是在第七颈椎基图下方 这个基图阶系里面 肩部的最高点这块位置 我们叫阶峰 两个阶峰连线的终点 这就正对着第七胸椎 那么我们在医院呢 当然是扎针最有效的 但是呢 老百姓可以用 今天用的刮沙的方法来 好嘞 我们先把刮沙油啊 均匀地涂一下 均匀地自上而下 沿着一个方向来刮 大家不要说来鬼刮 一个方向来刮 有一些沙点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颜色 台数风热性的话 颜色毕竟是鲜红的 但是呢明显输出不是 没有那么颜色鲜艳 就是大锥 我们还有一个废书 还有废书 废书穴呢 在第三胸椎基图下方 然后呢 往外旁开 大约1.5寸 我们可以从大锥 开始往下数 大锥是第七胸椎 第七净椎 往下数 第一胸椎 第二胸椎 第三胸椎 在这里 然后旁开1.5寸 这是废书穴 两边都是吗 两侧是一样 都是废书 在家里呢 也可以用一些按摩棒啊 甚至一些筷子 对 这个 这个 刮刹把那个尖尖角 当然要轻柔一些啊 别太用力了啊 它会疼得受不了的 这时候呢 它的酸痛感会慢慢地会缓解 那就是酸疼 现在好多了 现在好多了 力度没变 但是逐渐地就缓解了 对对对 来 我们再看看 你的呼吸会不会 我觉得这是不憋了 不憋了 明显有改善 那像叔叔这样的 那每天多长时间 频次大概是多少 我们按摩是一种保健的方法 可以有时间呢 多来几次 两到三次 可以 多长要维持多长 每次呢 三到五分钟 叔叔呢 这个脉性的呢 它有个结节 这个结节最好是能把它揉散开了 揉散开了 刚能感受到那个结节吗 觉得它就是好像 咯噜噜噜噜 好像又有 叫筋结节 好 谢谢叔叔 身体健康 谢谢 好 来 谢谢主任 谢谢 在你不擅长的中医问题上 你都可以回答正确的 看看第四题 会是什么题目呢 以下哪种食物不适合 症状为白溪痰的患者 A 梨 B 琵琶 C 百合 D 鼻息 请作答 全血 所以说刚才旁边是说了 全血 好 那你就全血了 全血 是吧 对 万一对了呢 是吧 好 那全血 也就是说一个答案是 A B C D 究竟对不对呢 有请苏主任 为我们揭晓正确答案 回答正确 恭喜 恭喜兔医生 获得四个健康大礼包 恭喜 恭喜 中医治病 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 就是含者热智 热者含之 那么对于中药 它有属性 属含性的 热性的 那么对于我们 药食两用的食材 包括水果 它同样 它都是有属性的 那么对于这个 白溪痰的这个咳嗽 很明显 它是一种含性的咳嗽 或者是感受外含了 或者说由于 体内有含湿了 它就是这种咳嗽 但是我们刚才这个四种食材 或者说我们四种水果 它都是偏寒偏良性的 所以它不适合这个 我们的这个含痰的这个咳嗽 王主任呢 在中医上有什么样的穴位按摩 您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刚才呢 谈到的是 谈比较清晰一点的 这属于风寒咳嗽 风寒咳嗽 我给大家推荐风门穴 风门穴呢 它在后背部 它的位置在呢 第二胸椎基督下 旁开1.5寸 它尤其是针对风寒息肺 导致那种咳嗽 流轻鼻涕 咳嗽谈比较稀 这种症状会更有效一些 那么我们也可以采用 用手指按压的方式 一般来说 每次呢 按肉3到5分钟就可以了 每天呢 可以多揉几次 谢谢 谢谢王主任 谢谢 那我继续答题 附医生 好 我们看一下第5题 一项哪种药适合 肝壳少痰的症状 A 急脂糖浆 B 通轩理肺丸 C 养阴清肺糖浆 请作答 肝壳少痰 这叫润肺养阴 正好合适 养阴清肺糖浆 所以你的最终答案是 C 到底对不对呢 有请苏主任揭晓正确答案 福医生 虽然不是中医出身 但是每道题都回答得非常正确 恭喜 谢谢 谢谢 恭喜 恭喜 福医生 五道题全部回答正确 获得五个健康大礼包 恭喜 我们为什么说中医对于咳嗽要分正形呢 因为它的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说风寒咳嗽 我们要宣肺温肺化碳止咳 对吧 那如果要是风噪的咳嗽呢 我们要润肺化碳止咳 如果风热的咳嗽 我们要清肺化碳止咳 所以不一样的 对于这个极脂糖浆呢 它有宣肺 有化碳 但它还有含药 就含凉的药 所以我们用在的是风热的咳嗽 那么通宣礼肺丸呢 它也是要宣肺的 温肺化碳的 一定是相对于风寒咳嗽的 肝咳少痰呢 它往往建于 比如说外感的 它就是建于是风噪咳嗽的比较多 如果是内伤的呢 它往往是肺阴虚 肺阴虚的咳嗽 所以我们阴虚了 那么就是精少了 我们要润肺 所以要用养阴清肺糖浆 对这种肝咳少痰的症状的咳嗽 比较有效 对 是 它是适应症 那王主任 像咱们刚刚说的这种 肝咳少痰的症状的话 您在按摩推拿一些 血位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对 我们也针对着肝咳少痰呢 按我们中医说呢 便于肺阴不足 造邪矫盛 那么前面我们介绍的肺疏 当然可以用 因为它是调理肺脏的 最主要的血位 另外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 非常关键的血位叫高荒穴 这个血位它有非常强的补义作用 尤其是补义废弃 它位于第四胸椎 极头下旁开三寸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用拇指轻轻按揉 可以逐渐地加大力量 每次按揉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每天也可以适当地多按几次 好 谢谢 谢谢王主任 其实今天虽然说是 涂医生作为主答 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场的每一位 都贡献了不小的力量 我们更是一次同行之间的交流 谢谢你们 谢谢 那最后再帮大家梳理一下吧 来 有请苏主任 像这种反反复复发作的咳嗽 或者长期不遇的咳嗽 比如说我们说大于三周寒不好 或者越来越重的咳嗽 就应该及时去找医生去看病 但是同时我们又不能太紧张 一说有咳嗽了 我赶快就止咳吧 赶快吃消炎药吧 这也是不可取的 所以我们要正确地对待咳嗽 要早期诊断 合理用药 这才是正确的 今天我们学到了这六个学位 有对咳嗽有通用的组织的 比如说肺疏 猎缺 还有颌骨 这三个学位 所有的咳嗽你都可以用 但是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 有寒的 有热的 有阴伤的 我们选择相应的学位 那么高光 补阴润肺止咳的 那么封门它是疏风散寒止咳的 还有大锥穴 它是疏风清热止咳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根据 自己的咳嗽的具体情况 选择这学位 可以爱柔 也可以刮沙 甚至我们可以去拔罐 都会有还好的疗效 好 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两位的慷慨分享 感谢中国医师协会 乡村生分会和好医生药益集团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让我们构建健康三道防线 做到健康自己防 小病找村医 大病去医院 观众朋友们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下期再见